这俩人简直天生绝配 一个敢说 一个敢演 就问你还有谁 原来小白同学并没有去复诊 这会儿牙疼的 就想吃颗止疼药 结果就被安医生逮个正着 他居然想拿酒来吞药 这是不想活了呀 可事情的发展 有点不受控制 小白也是一时脑抽 不知怎么就想到了 男朋友这个说法 而更加意外的 安医生还马上配合 这反应速度也是没谁了 一直追求小白的客人 肉眼可见的碎了 俩人默契的 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讨论 而是转入正题 要说世界上小白同学 最怕的两件事 一是牙疼 二是姐健 安医生真是厉害了 正好抓住小白的死穴 不看牙就告你姐 他也怕不怕 来 找 来 来 去跑 小白当然怕了 这是要人命的好吧 没辙 只能认怂 委屈巴巴的答应 回去复诊 还有 那个 那不 还蛮好吃的 只是抱着一丝丝侥幸 恨不得半夜三更再去诊所 那要是没人 可不能怪他没去啊 安医生当然知道 他这点小心思 真就等到了半夜 这回没辙了 只能认栽 为了缓解紧张情绪 小白又开始各种挣扎搞怪 最后还是被按在椅子上 任人鱼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最怕了 张嘴不一定要发出声音 不用紧张 好不容易解脱了 又下起大雨 这时的小白心里很紧张 可又不想被安医生发现 硬着头皮冲进雨里 结果一阵急促的喇叭声 又让他陷入童年的噩梦 安医生开车路过 就发现小白的异常 好不容易才把人按进车里 直到车子开到小白家 人才稍微安静下来 他的故作镇定 安医生能明显感觉得到 所以车子开出去一会儿 安医生怎么都不放心 又折回来敲门 这时候的小白依然不太稳定 动作迟缓 精神涣散 安医生只能找各种借口 让他开门 还好俩人喝了姜茶 都缓和下来 安医生并没有问他原因 这属于个人隐私 应该被尊重 当谈到专业问题 安医生明显放松了很多 而且一个没留神就尴尬了 两人的氛围好有爱啊 周围还充满了粉红泡泡 安医生反应过来赶紧撤 但是小白却不想让他走了 你的衣服我喜欢照顾你 哦好 谢谢你两个交场 那个我想说时间有点晚了 你要不要留下一起吃个小夜 两个人分享比较好赚 你放心 我手艺很好的 还是你不会啊 你不会喝我冰箱里面 还有些冰箱里 怎么会对我呢 就是这样 说什么 如果顺便就会ROD 我们都会5000分钟 等你 有些不过 想吃 诶 我